中国人民共和国从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到现在综合国里跻身世界前列 这其中经历的艰险和磨难不是用言语就能够讲述清楚的 而中国军民也随着祖国的茁壮成长 看见了中国军事实力的稳步提升 在这期间中国也曾有过盟友和伙伴 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曾经的兄弟转过头来可能就是竞争者和入侵者 在上世纪40到60年代的时候 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 中国的伟人们为了抵制过去老大哥的威胁 义无反顾地迈上了自主研发强机机的征途 也正是由此中国才诞生了性能及其出色的强武攻击机 而在此之前 我们一直都是依靠引进来自苏联的伊尔什战斗机 不久国家方面提出设计连发强机机 从此拉开了强武诞生序幕 在设计之初 强武攻击机是以雄鹰302来命名的 这一架攻击机是以歼6为原型进行优化升级的 在此基础上开创新的采用两侧进行方式 同时加强自身的防护能力和相关设计瞄准装置 两侧进气的方式对于飞机的对地观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而先增的防弹装甲更是战绩良好的盔甲 在武器配备上强武更是不容小觑 其两亿各有一门23毫米的机炮 在军事演习中 更是曾携带过氢弹 强武的出现给了所有人极大的信心 并在之后设计了强武变为略异 强武的设计理念一出 立刻让世界为之震惊 在当时毫无疑问能够碾压其他国家的任何强机机 遗憾的是这款强机机到最后却没有真正的制造出来 因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轴承 在当时的中国都做不出来 纵使是在今天 中国依旧存在着相关工业技术短板的问题 中国未来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